大家好,我是小安 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您在半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 很多人爱吃大鱼大肉 高油脂的食物 这就会导致冷门血糖不容易控制 导致血糖飙升 身体出现异常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 降脂、降压、降血糖的食疗方 经常喝一喝,可以很好的稳定三高 是我们的血压不高了 血糖稳定了 血脂也不高了 转播一颗南瓜 南瓜具有很好的降糖作用的 我们通过其中的多糖、黄桶类、维生素等成分 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 促定胰岛素的分泌 从而能够降低降糖的水平的 南瓜中含有特别丰富的多糖 能够抑制葡萄糖的吸收还有消化 减少血糖上升的速度 从而能够降低血糖的水平 南瓜中的黄桶类的物质 最有抗氧化的作用 能够减少自由基的产生 保护胰岛素的细胞 提高胰岛素的蜂蜜能力 降低血糖的水平 南瓜含有的维生素 特别是维生素C 维生素E 能够还好的降低血糖 降低胆固醇 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抵抗 从而能够降低血糖的水平 南瓜的营养比较丰富 平时像糖尿病患者 可以把南瓜当到主食去 饿的时候吃上一块吹入的南瓜 南瓜的营养丰富 而且有降糖的作用 像三高的人群都可以吃南瓜 对于糖尿病来说更好的 豆腐含甘量是比较丰富的 血糖高的人是可以吃豆腐的 豆腐属于低热量 低升糖之处的食物之一 所以血糖高的人是可以吃豆腐 而且豆腐能够有助于降血糖的 帮助消化 补充钙 补充蛋白质 有研究显示 大豆中的多胎 大豆一黄酮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 所以常吃豆腐 可以很好的增加饱腹感 从而能够降低其他食物的食物 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 控制饮食非常的不错 很多糖尿病患者 出现了消化不良的情况 豆腐容易消化吸收的 所以对于血糖高和病消化系统问题的患者 可以吃豆腐 糖尿病患者 后期出现了诸多病发症 也会出现骨质松松 豆腐含有的丰富的植物蛋白 含有钙 磷 铭等矿质能够起到补钙 补充蛋白质的作用 特别是老年人高血糖患者 是不可多得的健康的食品 豆腐营养丰富 所以平时比较适合糖尿病人吃的 香菇具有很高的蛋白质 低脂肪 多糖 多种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的菌类食物 香菇对于糖尿病 肺结核 传染症的肝炎 都能够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的 又可用于消化不良 便秘 都能够食用香菇 香菇的营养比较丰富 吃香菇可以降血压 降血脂 降胆固醇 降血糖 香菇中含有的飘零 胆碱 氯氨酸 氧化酶 咳酸物质 可以起到降血压的作用的 又能够预防动脉中央硬化 香菇能够妨碍抗癌 是因为香菇中菌盖的部分 含有双链结构的核糖核酸 进入到人体之后 会产生一种最有抗癌作用的干扰所 香菇 糖尿病人是可以吃香菇的 它的含糖量又低 而且营养又丰富 食香菇既能够控制血糖 而且可以补充身体的能量 补充营养 西红柿是我们一场生活中 经常吃的水果 经常吃西红柿 对我们生意的好处很多的 可以很好的保护肝脏 保护血管 预防高血压 预防高血糖 西红柿里面含有的营养元素 比较丰富 含糖量极其的少 所以吃西红柿能够降血糖的 比较适合血糖高的人均吃西红柿 可以把西红柿当的水果吃 我们吃西红柿尽量选择在两餐之间吃 当做水果或当做一点主食来补充饥肋感 两餐之间饥肋的时候不要去吃主食 主食生糖量比较快 而吃西红柿是不会生糖的 因为西红柿里面糖分是比较少的 很适合糖尿病人使用 西红柿含有大量的维C 番茄红素 可以增强患者的免疫功能 并发症出现的几率就比较少 对糖尿病患者延长自己的生命有帮助 所以平时的时候 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少吃含能量高的水果 吃一点西红柿黄瓜都不错的 我们准备一小把的香菜摘一摘 糊液发黄就不要了 只要新鲜的 吃香菜可以很好的保护血管 使我们的血糖不会升高 因为香菜中含有的丰富维生素C 钾等物质 最后很好的降血脂 降血糖 扩张血管 增加冠状水流量 降低血压的胆固醇的作用 所以经常吃香菜 对于防动脉中央硬化 其他的心血管病 三高病 对于很好的治疗效果大 吃香菜有助于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因为香菜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 这种物质可以起到保护眼 呼吸道 泌尿道 及胃肠道粘膜的效果 而且可以防止细菌和病毒的感染 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能力 香菜中含有丰富的甘露糖醇 方张醇等多种的挥发油物质 能够有效的增加锤叶分泌 加快长长的蠕动 促进食欲 在菜肴中加一点香菜 能够趣味增鲜 香菜含有的维生素A 维生素C 可以调节视网膜感光物质合成 欢迎眼影疲劳大 防止叶满肉的发生 准备好食材 倒入锅里面 加入清水 直接焖煮20分钟 我们把香菜放到锅里面 再焖煮两分钟 香菜煮熟就可以了 南瓜豆腐汤煮好了 味道机器的鲜美 又营养又好喝的 这些食材都是低脂肪低糖的食材 非常的适合糖调面人吃 又能喝又能吃 营养丰富 常喝这碗粥 不但不会升高血糖 而能够控制血糖 降低血糖的 很适合糖尿病人 高血压的人群 高血者的人群食用的 清淡爽口 没有油 少许的盐条味 真的太香了 很适合老年朋友们 三个人群喝的 好了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非常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这样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们 真正的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